随着中俄双方苏-35战机购买合同的签署 关于苏-35战机合同为何这么久才签署引来热议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中俄苏-35军售谈判过程很复杂 因为它包含了苏-35的发动机配套 火控及外外武器明路 机载雷达等 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发动机技术转让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中俄苏-35合同达成前 就有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中国购买苏-35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117S使用发动机技术 俄罗斯117S大推逆涡扇发动机 始终被认为是苏-35战机上对中国最有价值的宝贝 中俄双方因为117S发动机 迟迟没有签署购买苏-35战机的合同 俄方只提供中国苏-35战机需要的117S发动机的数量 如一架苏-35战机只多配一个发动机 而中国要求俄方必须大量提供117S发动机 双方互不相让 而中国非常强硬 如果不签署117S发动机售买 就不签署购买苏-35战机的合同 中国的一再坚持令俄方终于弱化下来 同意向中国售卖大批117S矢量发动机 俄罗斯在打造苏-35战机的同时 苏霍伊设计局便打算使用最新的矢量推理控制技术 即透过发动机喷嘴的上下摆动产生力矩 可在启动面失效的状态下控制战机 将机头指向敌方战机 苏霍伊设计局在第11架苏-35原型机上 配装土星设计局的AL-100矢量喷嘴 苏-35战机与前两代最大的不同 就是换装的AL-41矢量发动机 原来在厂商的型号为117S 最初是为俄罗斯米高阳1.42隐身战斗机计划开发的 加大AL-31发动机的风扇并重新设计 让后燃推力提高了15% 新发动机整合了AL-100矢量喷嘴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将大修时间从1500小时提高到了4000小时 摆脱了俄制发动机短命的招牌 所以俄方117S发动机在性能上看还是比较不错的 目前来看 歼20隐身战斗机的发动机选择有两种可能 一是中国国产的涡扇15 二是117S 俄方发动机是过度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 俄罗斯方面有可能为117S发动机开出高架 如果按照计划 中国歼20战机要到2025年 才能装上为其配套的国产涡扇15发动机 而形成有效战斗力的时间会更晚 而目前 中国要直辩周边美军大批F22 F35的严重威胁 而如果有117S这种先进动力 中国歼20隐身战机就可以早日成军 而且其性能将比目前使用的AL-31原型机高出一截 其实俄罗斯发动机也是在吃苏联脑底 技术进步并不是很大 其发动机性能也不是很优秀 寿命不是很长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虽然无法保证歼20的动力 但是随着国家的投入与重视 中国并不会一直仿制俄罗斯的发动机 或者说仿制117S发动机并没有意义 一方面 中国若老是仿制的话 永远也不会超越俄罗斯的技术 另一方面 中国未来并不会大量购买F35 要是中国仿制117S发动机的话 俄罗斯方面也不会出售 所以中国需要全面掌握航空发动机的制造设计技术 紧紧跟随世界潮流 未来必须在发动机领域进行大突破